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直流电机 我们需要几个磁铁环 一节电池 绝缘铜线和别针 持一段一米半长的铜线 绕在电池上 绕十到十二圈 将绕成的弹簧取下来 其中一端打上截 另一端也打个结 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线圈 打结的时候要注意 对齐在一条直径上 这样线圈才能保持对称 线圈差不多做好了 现在将线圈两端剪短 约三厘米长 用小刀将铜线的三个侧面磨去绝缘层 另一端则全部磨掉 线圈做好了 其中一端的绝缘层全部磨掉 另一端的绝缘层 则保留了一部分 剪两端一厘米宽的旧自行车内胎 套在电池上 分别横着和竖着套 将一块磁铁塞在横着套的橡胶袋内 另外在电池的正负极 分别塞一枚别针 马达准备好了 这张照片能更清楚地显示转向器的结构 将线圈插入别阵的孔中 推一下线圈 线圈就会开始旋转 放一块磁铁在线圈的上方 要是线圈转得更快了 说明磁铁是同级的 要是线圈转得更慢的话 说明磁铁是一极的 将线圈拆开成弹形 还是能够转得很快 你可以尝试各种形状 做成菱形 也可以 一节电池这样子能够转三个小时 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马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